大家好,我是本期新闻众草官行冲 第14节全国运动会将于今天在陕西西安开幕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综合选运动会 你以为全运会只是比赛和奥运练兵这么简单吗? No! 本届全运会以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为主题 全民运动健康中文的理念早就蕴含其中 开幕前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再次登上热搜 让人们看到了全民运动的力量 他就是钟南山 62年前的首届全运会 作为北京艺术院的学生 钟南山参加了400米蓝比赛 并打破了当时的全国纪录 62年后呢 钟南山打趣地说 自己当时仅多达到亚洲水平 还达不到世界水平 当运动员没有前途 所以才继续学一 其实在那一年 首届全运会的参赛选手 大多是像钟南山这样的非专业选手 比如还有劳动模范 战斗英雄 可以说从顺利之初 全运会就是全民参与的盛会了 如今的80多岁钟南山 身材还那么的好 炉铁 跑步 游泳 打篮球 都不在话下 让人感慨 真学霸 当如此 登上热搜的 还有14岁的全红蝉 中间奥运会夺冠后 他又在先期举行的 全运会跳水比赛上 达到十美台冠军 赛后他还说 我觉得好辛苦呀 再次让人直呼可爱 他身上体现出的 正是对体育精神 最纯粹的追求 有网友说看到全妹这么拼 自己也不该躺平了 对运动员的喜爱 带动更多人参与体育运动 这也正是全运会名的一种体现 本期全运会 就有种类繁多的群众赛事 另外还有广场舞 广播体操 健身气功 太极拳 4个大乡 43个小乡的展演类项目 群众选手参赛面更广 获奖范围更大 全民运动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所以大家不妨响应全运号召 加入到全民运动中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